哈喽大家好我是冯小厨 上一次做淀粉包蛋糕 有很多朋友在底下留言 说他们家里面去超市 买不到低筋面粉 而且也没有电动打蛋器 那今天我教大家 不用电动打蛋器和低筋面粉 就可以做一个蓬松松软的蛋糕 首先你们要准备这种200克糯米 提前一晚上给它用清水泡发一下 这样子会比较软 朋友们要准备一个这样子 无油无水的大盆 很多朋友蛋清打不好 就是因为这里面有水 首先我们把鸡蛋蛋清蛋黄分离 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蛋清里面绝对不能有一点点蛋黄 不然就会打发不成功 然后把蛋黄放到糯米里面 糯米里面我们放入5个蛋黄 加入100克酸奶 再倒入破壁机里面 把它打成米糊状 把打好的米糊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碗里 倒入50克食用油 然后我们搅拌均匀 让米糊跟食用油 充分的搅和在一起 再加入70克的玉米淀粉 然后画这一只形搅拌均匀 那我们搅成这样子没有颗粒感的 就可以了放一盘备用 朋友们家里面准备一个这样子的空矿泉水瓶 拿一把剪刀我们把底部给它剪掉 这矿泉水里面不要有一点水 我们用剪刀把它剪成虚 蛋清里面我们滴净滴白醋 为了去腥 准备70克的白糖 我们分三次加入蛋清里面 首先加三分之一 用矿泉水瓶做的打蛋器 开始搅拌 打至这样子的大泡过后 我们再加三分之一 继续打发 打至细地过后 我们加入最后的白糖 朋友们打发蛋清一定要耐心 有很多朋友问我 总是打发不好蛋清 就是因为不要像我这样子 一直打发一直打发 已经变得非常的浓稠了 我们再继续打发两分钟左右 好了 像这样子明显的 有一个三角形就可以了 我们插入一根筷子 它不倒就代表 我们已经打发成功了 朋友们 挖入三分之一的蛋清 加入到蛋糊里面 开始翻拌 像炒菜一样 千万不要打圈圈 不然等一下它的气泡 就会消失 再加入三分之一 这个过程一定要快一点 朋友们 全部加入到蛋清里面 快速的翻拌 好了像这样子的就可以了 好 电饭包立胆刷油 从高处我们倒入面糊 让我们横横的振两点 放入电饭包里 我们电饭包没有蛋糕键 所以我们直接按普通的 我们煮饭键 香甜饭 蒸40分钟 出气口我们盖一个丝毛巾 朋友们我们蒸了40分钟 但是我们有逆加15分钟保温 哇好漂亮 取出来 我们在菜板上震量一下 然后拿出一个大的盘子 把它倒过 好了我们稍微给它冷却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看起来好漂亮 而且一点都没有塌陷 表面我们再撒一点糖粉 这样会吃起来会更加的香甜 层次非常的丰富 嗯 好充满啊 还是吃起来 比豆腐还要软 我们不用面粉跟打扮器 也能做出这么好吃的 淀粉包蛋糕 喜欢的朋友可以搜查起来 改天做个自己家人吃 好了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是冯小厨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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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